但是最重要的就是说 除了这个之外 它有诗意 但是它能够自己调写 自己能调写 人生这个不如意总是多的 它需要调写 你所以后来看文学家里面 很多这样的人 基本上都这样 你像陶渊明 实际上也是不如意 自己回家了 官场过不下去 或者不愿意过就回去了 回去了以后 日子也过得并不好 有时要问人 去借点吃的东西 但他可以觉得 在田园还是有乐趣的 舒适一生 其实你看最后 就是一路失败 越扁越远 一直扁到海南去了 但他日子过得也开开心心 所以他有诗意 他也会调写 所以在调写 他对生活的乐趣其实是 所以孔子对延回 有很多很多的 他很喜欢延回 这都看得出来的 他很喜欢延回 但延回里面有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说延回过的日子是很苦的 但是 他里面一个 那个论语里面一个形容讲什么 叫去拱而整之 乐在其中 所以孔子非常的欣赏 然后呢 包括后来 曾希 他们几个一起 那段话大家也都知道的 就是 《然有曾希》 公希华四作 四作章 他里面讲的 欲护仪 风护仪 勇尔归 这些孔子也是 非常的欣赏 这样的人生的乐视 孔子自己也有很多 他矛盾的地方 其实一个人的矛盾 是最有趣的方面 他的矛盾实际上 是最有趣的方面 孔子一方面 他讲过那个话 很正式的那个话 他讲 事至于道 而此恶一恶食 这个是他所不愿意接受的 事至于道 而此恶一恶食 这个是他认为是不好的 但是孔子自己那个话 你们也知道 他曾经讲过 讲 富而渴求也 虽质变之事 无异为之 质变之事 显然不是孔子该做的事 对不对 所以他说 富而渴求也 但这个话 当然我们又不能完全当真 但有的 他两方面都会这样讲 所以孔子 他代价而故 那个典故 大家也都知道 所以这样的意思 实际上都可以了解 然后孔子这个人 就是很多很多 他这个矛盾性是这个 另外呢 孔子这个人实际上 也是有脾气的 你看论语 最有趣的实际上 你看他有这个脾气的地方 比如说孔子喜欢骂人 他骂那个 宰于奏情 奋土之强不可乌也 雄木不可叼也 这个很过瘾的 我就没有这个勇气骂你们 这个这么骂 如果这么骂 涉嫌 这个侮辱学生人格 就这么喜欢骂 然后呢 有的时候还是要 他跟那个谁啊 就是和那个谁 就是圆壤 骂那个圆壤 老而不死 是为贼 然后呢 以杖扣之金 就是说打骂 一方面有哪 拿那个手杖去 敲他的这个筋骨 是吧 这些都有啊 所以孔子实际上是有这些办法 然后那个故事 大家也都知道 就是那个杨虎 他不喜欢那个杨虎嘛 对吧 他原来十几岁的时候 就不是去 自以为自己是贵族 这个葛道光 葛道光老师曾经有过一个讲演 他讲到孔子是这个最后的贵族 那个 其实孔子大概血统上是贵族 但他一生的生活 其实根本不算贵族 他当时自以为自己是有身份的跑去 结果后来被那个杨虎赶出来 对吧 他去参加那个基孙世家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聚会 然后被赶出来 那个 所以他对这个杨虎可能各种原因 他对杨虎很不满意的 那杨虎后来送他礼物 送他那个礼物 要去 要和他这个见面 那这个 送了这个臀 那个小猪送给他 后来孔子把这个收下了 把这个收下了 但是呢 就找了一个机会 这个 他打听到杨虎不在家的时候 他去拜访 人人都知道 结果他不在 结果不在 他就很高兴 就回去 回去没想到路上碰到杨虎 然后杨虎说 你来来来 孔子只好过去 然后就听了杨虎一通话 那孔子可能 一边耳朵近 一边耳朵出 那他这个时候 你可以看他生活当中也会有 我觉得就是 也会有这种 怎么讲 他也不是始终那个 好像很严肃的那个样子 他也会弄点小的智障 小的技巧 而且我觉得孔子 特别重要的 就是说 你可以看 孔子基本上是 他是能自嘲的一个人 前两年 那个李玲 写了一个 这个叫 叫上家 上家 上家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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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引起很多的这个争论 这个现在网络上 争手无聊 这些人就在争 争来争去 我说你什么好争呢 孔子自己承认 自己承认 他当时那个史记里面 记载 史记 孔子世家里面 记载 说这个子贡 因为当时在郑国的时候 非常落魄 后来当时的人 郑国的人就跟子贡讲 他那个特别忠心的那个弟子 就跟他讲 他说那个人恐怕是我看到一个人 像一个上家之权 然后这个子贡 结果追到孔子之后 就跟孔子说 孔子当时那个孔子世家里面 是这样记载 孔子欣然孝曰 就是形状莫也 就是说形状 我长得 这什么样的样子 这个是莫 不是本 而是上家之狗 燃哉燃哉 让他自己也承认 我觉得这个自嘲是很重要的 自嘲对自己的 在适当的时候 对自己有一个 或者说自嘲 自嘲实际上是一个心智健全的一种表现 心智健全的一种表现 如果一个人始终把自己太当一回事 就很讨人厌 这个比如说俞秋雨 我觉得他简直不是人 他是圣人 他说不是人 你看孔子都有自嘲 俞秋雨我读他那个自嘲简直要吐出来 我彻底崩溃 就是读他那个叫什么 还我一生 现在什么我等不及了我不知道 他都还我一生 就是说一直说他 我看了那个自传 这个当时有好几部书 我是一起读的 这个读这个自传 然后我就觉得俞秋雨这一生 从来没有一个瞬间 是没有意义的 没有一件事是做错的 每一件事情都是有意义 每一个 这个 这个就不是人了 所以我当时读了以后对他感觉 我说这不是人 这是个圣人 所以你看看论语就可以知道 圣人真正圣人是怎么样的 孔子这样的圣人 其实他也有落魄的时候 而且他能够自己承认 他一方面自己可以调识 另外一方面他自己可以承认 所以这些地方你去看 就是说孔子 当然他都是片段 但是你这些片段整合在一起 你回过头去就可以看到 孔子实际上是 就是论语实际上成就了孔子 这样一个形象 一个真正的圣人的形象 所以我觉得他是真正一个 近人情和理性 近人情而合理性 有喜怒哀乐的这样一个人 所以我讲这个恐怕是 论语最了不起的成就 最了不起的成就 至于其他那些 你们可能在书上都能找到 我也不去做太多发挥 这个是最了不起 孔子是一个非常近人情的人 而且他有很多屁 你不要再言回来 大家知道他很喜欢颜回 对不对 颜回死了以后 说要借他的车 这个 他不肯 他这时候就摆身份 所以你这时候看他很有意思 这个人 很有意思 当然他实际上是很悲伤的 后来人家问他怎么样 他说 现在还有没有好学的人 他说我有一个弟子颜回 他很好学 今天他已经死了 我也不知道谁太好学了 所以他对颜回还是很那个的 这个时候他就要摆架子 我是大夫 我做过那个 有身份的人 没有车怎么行 所以不肯借 所以这些地方实际上是最最有趣的地方 孟子呢 这个是战国中期的人 当然比孔子晚一点 他是州人 就是州的人 当然和这个 我们今天如果知道就可以知道 实际上跟孔子的家乡是很近 跟去府是很近的 他有一点是特别有意思 就是孟子 他的父亲很早就死了 这样也是但母亲把他养大的 孔子其实也是这样 中国传统里面有很多这样的人 很多文学史上 比如说阮吉 阮吉他父亲阮吉 也是很有名的 竟然去死 后来也是早死 死了以后 这样他也是母亲把他抚养长大的 所以阮吉当时就有那个话 他说这个 一个人不管父亲不要紧 如果一个人对母亲不好 那这个就禽兽不如 为什么 因为禽兽都是知道母亲的 不知道父亲的 这个话后来我看很多人都会讲 然后进来我那时候看彭德怀 小时候也有这样的 听了人家说以后也很认同这一点 就是说这个 动物都是知道母亲 不知道父亲的 所以如果你对父亲不好的话 你对父亲不好还可以原谅 对母亲不好 你就禽兽不如 也是因为他母亲很早就死 死了以后后来 当时曹丕什么那些人 还为他专门写过 他有好几个人 好几个当时的朋友文人 一起还写过寡夫妇 就写寡夫妇 所以这些人都是他母亲很早死的 不知道他心理上有什么影响 现在研究心理精神分析 或者研究心理史学的人 可以去研究 他母亲把他抚养长大 所以孟母三千 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了 但母亲对他下了很大的教养的苦心 孟子当然也有一些弟子 我们从他的孟子这部书里 是可以看出来的 也周游列国 据说他是孔子的孙子 子司的门人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当然孔孟孔孟 一路这样子传下来的 而且孟子这个人跟从人格上来讲 跟孔子有一个非常大的不同 孔子这个人 我相信如果孔子这个人 你跟他做老师 或者跟他做朋友 会是非常愉快的一件事情 因为孔子这个人 当然他有他的坚持 他有他的执着 但这个人是一个 应该讲是一个比较温和的 比较有包容性的这样一个人 你也理解他有缺点 有时候小脾气也会有 实际上是这么一个人 比较精级的人 孟子这个人不是的 孟子这个人脾气很大 他是脾气很大的人 当然也可能因为身在那个时代 所以他讲这个 与起好变在于不得已也 所以因为战国 各家在争论 他一定要那个 他有时候骂人骂得很厉害 不讲道理 你经常看孟子里面 有很多不讲道理的话 比如说那个羊猪 羊猪为我 对吧 羊猪为我 羊猪那个很有名的话 就像拔一毛以地天下 不为也 那这个最小最小的损失 有利于别人 这个事情我都不干 就我一点损失都不干 那这个话呢 我们现在印象那么深刻 实际上就是孟子骂出来的 其实羊猪原来的话 你读那个羊猪 羊猪偏你 那个他原来的话是什么呢 原来的话实际上 他说这是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 这个让我有再小的损失 这个以地天下 我都不干 另外一方面 如果这个东西不是我的 一毫一离 我都不要 实际上就是说 它是坚守住 自己的这个界线 就是说是我的 我什么都不让出来 不是我的 我也什么也都不要 实际上两方面 所以他讲 如果人人都能自立 人人都能保持住自己 这个社会也就太平了 世界也就太平了 你不要去欲求别人 不要去欲求你外在的那些东西 所以他实际上是有两方面这样讲 但孟子一听这个话就骂他 骂他 破口大骂 就是说讲这个人是 这个 讲他是吴君 讲他是吴君 他讲吴富吴君 这个话就是 就是孟子骂出来的 吴富是骂出来的 吴富就是骂那个墨子 骂那个墨子 墨子因为 墨子是讲什么 墨子讲奸爱 对不对 就是天下是 是无等差的 普遍的无等差的那个爱 所以他是讲奸爱的 孟子的老五岛 以及人之老 幼幼以及人之幼 这个其实蛮好的 这个比较近人情 就中国传统过去讲近人情 就是说你真正喜欢 当然是喜欢你身边的人 他这个网络实际上是有远近亲疏的 他是身边的人开始推己及人 但是这个奸爱也没有什么不好 有些人愿意做到这个 为什么不好呢 他就骂他 你这样讲 把你父亲置于何地 所以这个是无负 然后这个你想人人自利 杨祖讲人人自利 这个就是无君 所以他也就是骂起来 是非常厉害的 他包括大家也知道 他跟人家这个辩论的时候 这个骂和这个农 主张这个农家来辩论的时候 他就骂人家 难瞒绝折之人 你这个话都说不清楚 南方人这个鸟语 就这个意思 所以这个人 你在和他在一起的时候 可能我想不是太舒服的 如果他是一个你的朋友的话 就是头角真容 当然一方面 我们远看当然是不错 但是这个孔发就是 如果隔壁住一个私人 就是灾难 孔发就是这样的话 所以他是这样的人 而且他非常自负 他的性格实际上是比孔子 比孔子是要有更多的棱角 他是非常自负 他自己就讲到过那个话 他是在那个 我看他是在这个 静心里边 静心下这一篇里面 就提出一个仕统 就是说后来的所谓的道统 他讲这个摇顺鱼汤 文王 孔子 就这样排下来 然后下面觉得差不多就是 应该是他 所以你看讲这样的话的人 中国是有个传统 就是中国很多人 他是把这个过去的一个文化 是认为都在自己身上 我们过去那个话是叫什么 讲是非道红人 而是人红道 这个道是靠什么 是靠人来弘扬的 我们当然觉得一个道是很高 现在道是好像是超越每一个个体的 那是更崇高的东西 这个当然是这样 你可以这样去理解了 但是中国传统他特别强调 你也可以讲 有些人强调这是中国 中国有没有这个对自我的肯定 对主体的这个推重 现在人红道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看法 就是说人是 这个道是要通过这个人来承传的 那更加那种更加有自信的 或者说更加有这种文化承担感的人 他可能觉得这个整个这个文化就在我身上 这种历史上很多了 像孟子可能是最明确的表达这样的意思的一个人 这个最明确的表达这样的意思 他把前面排了排到后面孔子一下 就是说隐然是自己自居了 你后来那个中国文学史上 那个韩语大家知道 文起八代之衰 文起八代之衰还 其实并不是还不算是后来对他的推重 没有什么特别 他最厉害的是像 他宣扬他的那个道统 就更厉害 他一路排下来 就是说一直排 也是从这个姚顺开始排起 排到周公排到孔子 排完以后就下面讲 排到然后排到孟子 排完了以后讲 下面还有谁 这个都不行了 像杨雄这种人都不行了 就没有了 那下面什么意思就轮到他了 那基本上他们都是这种感觉 到近代那个张太炎就更加厉害 张太炎就更加明 更加明确 张太炎他说 你这样子回过头去讲 其实孔子也有 孔子也有 天生得于环奎其如与河 他这样也是这个 天生得于环奎其如与河 就是说我是承载着上天的天道 所以张太炎就讲 中国文化就在我身上 我死了以后 中国文化就结身而战 就结束了 他给人写的信里面有这样的话 所以这些人都是非常有 可以讲非常有承担的 孟子这种话直接这么来表述 你可以了解孟子这个人的性格和孔子实际上是不同的 但是孟子不管怎么样 他在战国那个时代 其实一样 他也只能做一点 你读了孟子这个书 我说的不太好听 就是说他也就是这些嘴上的功夫 孟子恐怕还不像孔子 孔子多多少少 虽然非常短暂 但是在战国 他后来还做官了 都做到思扣 多多少还实现了一些 不叫实现 叫实践了一些他的理想 当然最后是没有成功 没有坚持下去了 但是孟子可能比他更惨 嘴上的功夫很厉害 但是现实中完全没有得到施展的机会 所以他最后孟子是什么 他做的方式跟孔子一样 就退而住书 孔子当然恕而不做 把那些编定的那些文献 但是孟子当然是著了一些书 这个书现在传下来有切篇 有切篇 大概三四万字 主要记载的很多 也还算是计言为主 以计言为主的 但是这个里边跟论语就有不同了 虽然它也是计言为主 但是它里边不仅仅是片言之语 是有大段的论辩 有往返的论辩 有理有据 所以我们知道了解孟子的话 孟子这部书 还是最基本的 那么孟子的思想上 孟子其实对于孔子来讲 他是有所发展的 当然他是承接着孔子的学说 他自己也认同这一点 但是他是承接着发展的 那么比如说 他从社会政治观念上来讲 孔子是讲要 在礼崩乐坏的时代 要恢复这个礼 要刻意复礼 孟子讲得更加明确 孟子提出了他一个社会理想的一个模式 就是在他梁慧王 这个梁慧王上 这一篇里面讲的 这段大家可能也都很熟的 就讲 那这就是你读了这个以后就可以知道 它基本上是一个农村社会的一种理想图景 就是一种小农社会的这样一种图景 这个有房子住 有田 有田 前后有树 养点猪 养点枝 养点狗 这个老人们有穿得好 吃得薄 这个 基本上这样子 然后当然除了这个之外 吃好之外 那个他 其实过去就是批评 批评这个老子 老子讲这个小国寡民社会 我想老子的小国寡民在很大程度上描述上 其实跟孟子差不多的 也是这样一种小农社会的 当然孟子不同的是什么呢 儒家更加强调一点这种文教 文化教养 所以他下面就要谨详续之教 甚至于校帝之一 要开点学校 教教人 有点文化 然后要知道校帝 这些东西 般白者不负在于道路 为什么不负在于道路 有人帮他干嘛 老人就不要去帮他干活了 纵活们 年轻的青壮年来干 所以他其实可能老者一搏实肉 所以他可能在基本的农村生活 那种自然生活的 自然经济的状态之下 他又有一些这种教养 有一点这种 这个方面 可能 可能这就是一个基本的社会理想 而这个社会理想 你可以知道 其实是中国年延非常久的 1000多年 甚至2000年的一个基本的社会 农村社会的一个理想 基本就是这样的 基本上是这样的 当然孟子他特别强调这样一个 他给出了一个比较清晰的 一个理想社会的图景 给出了一个这样一个 比较清晰的社会理想的图景 这个对后来是有很大影响 对后来是有很大影响的 因为文学当中的 中国文学当中所表现的乡村 其实几种 一种当然他就会写 这个乡村生活的艰苦 环境的 劳作的辛劳 这个当然是一个方面 另外一个就会写 这样一种理想的 一个农村生活的一个场景 当然还有一种 就是陶渊明那时候 后来开始的 他把它作为一个精神家园 实现他这个理想的 一个精神家园 这样几个方面 所以孟子的农村生活的理想 也是非常重要的 非常重要 孔子是强调的所谓的人本 这是没有问题的 孟子可能相应来讲 更加明确地讲 他有更多的名本 那个话大家也都非常熟悉 他在《静心下》里面讲 名为贵 社稷次之 君为亲 名是最高的 社稷 社稷当然是 大家知道 君 名 社稷和君 是有这样一个次序的 那么一般人家认为 可能是军应该是最重要的 或者设计是最重要的 对不对 民无论如何 不会摆到第一位 但他把民放在最高的地位 而且他是有那种想法的 他认为君王不好 是可以更换的 这个想法是 所以他这个想法是一贯的 不是偶然的表现 比如他在他的万章 他讲什么呢 他讲这个 君有大过 则见 如果这个国君犯了大过 当然就要见 就要劝谏他 君有大过 则见 反复之 不听 则意味 如果我劝他 劝见他 他做了不对 劝见他 反复之 我几次反反复复来劝见他 他不听 则意味 意味什么 就把你换掉了 就把你换掉了 所以他有这样的画的